有禮拜四都不能拔牌 拔牌的话那就完了 无奈的道出新生 台东海鲜最北端 长冰箱张园村 当地是台东县老年人口最多的村落 有半数的居民是65岁以上的长者 加上医疗缺乏 洞区人医会决定在此一诊 我想这些乡亲们平时 就医比较不方便 所以我们能够传递 那一份光 那一份爱情 集合十二个科别 六十四位医护人员与志工 仔细检查势必有亲 我们可以早期发现 然后早期帮他们做治疗 患有糖尿病的十阿嬷 最近总觉得眼睛不适 仁医会的到来 让他可以就近检查 张园村首次疫诊 服务了一百五十多位乡亲 也带来便利的指纹辨识系统 建立病人资料 期待未来能在国外 疫诊使用 而行动不便的患者 医师走进亡诊 拉近彼此的感情 也缩短就医的距离 那这次来有那么多科的 科别的医生 我们非常感谢 谢谢他们 大爱新闻 镇上美之工林永森 林苏月台东报道